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卡卡 西城 美丽说 天方夜谭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月韵畅谈 跟我学粤语 艺林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评论是AM1150或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网址是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南非内阁10日宣布 鉴于该国新冠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 以实行近6个月的国家灾难状态将继续延长一个月 南非内阁发言人弗姆拉·威廉姆斯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根据该国灾难管理法 南非内阁决定将原定于9月15日 结束的国家灾难状态延长至10月15日 威廉姆斯说 过去几周南非疫情出现缓和迹象 新冠患者康复率已增至87% 需住院治疗的患者 及需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的人 也在逐渐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已经结束 目前实施的相关防控措施将继续有效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3月15日 宣布南非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决定实施旅行禁令等一系列措施 以抑制新冠疫情蔓延 迄今 南非已连续五次延长国家灾难状态 当地时间9月10日 路透社报道称 欧盟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 现英国在本月底前撤销其内部市场法案 否则恐将其严重危及双方的贸易谈判 但英国拒绝做出让步 周三 英国政府公布了内部市场法案 其中涉及的北爱尔兰条款 破款了去年10月英欧双方签订的北爱尔兰协定书 被认为凌驾于1月签署的脱欧协议之上 引发争议 一天后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和英国内国办公室 大臣歌夫举行了紧急会议 会后 欧盟方面表示 英国的提议严重破坏了信任 伦敦现在必须采取步骤重建信任 如果英国不在本月底前 废除法案中违反脱欧协议的条款 欧盟将不惜诉诸法律行动 同时 欧盟正在为英国脱欧以混乱局面收场做准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日表示 由世卫组织主导的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 国际合作倡议 目前面临着资金缺口达350亿美元 若不大幅增加资金投入 这一倡议将无法实现其目标 谭德塞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说 到目前为止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倡议 已收到来自各方的27亿美元资金 尽管这笔资金使启动阶段变得非常强劲 但仍不到资金需求总额的10%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倡议 是一个由世卫组织主导的全球合作机制 用的目的是用于加速研发生产 以及公平获得针对新冠病毒的诊断疗法和疫苗等产品 当地时间9月8日 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新冠病毒 英国特别大使大卫纳巴罗 在接受天空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英国第二波疫情正在到来 未来的确诊病例数量将激增 更多的疫情高峰曲线也会随之出现 根据英国卫生部9月9日发布的消息 在过去24小时中 英国新增确诊病例2659例 这是英国连续第四天单日确诊病例超2000例 当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最近几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大幅增加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 曾感染新冠病毒的约翰逊 还呼吁英国民众减肥 以抗击疫情 根据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 7月公布的一项研究 肥胖人群死于新冠的风险 比其他人群高出40%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62度 摄氏17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80度 摄氏27度 最低气温华氏60度 摄氏1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9点09分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政府上星期 解密两个涉台机密电报 一个是里根总统 1982年给台湾的六项保证 另一个是美国在与中国谈判 1982年8月17日 发布的公报中 关于对台军售的立场 这两个电报的内容说明 由于当时双方分歧太多 因此只能在公报中 分别表述自己的立场 美中两国事实上 原本就没有对 涉台议题达成协议 8月17日 中国驻美大使馆 在其推特上发文 提醒美国38年前的当天 美中两国牵手了817公报 美国对中国做出 逐渐减少对台军售的承诺 那些承诺 仍然在我们的耳中回响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 亚太安全事务专家 简淑珍 著有多篇 关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对台军售政策 历任政府对台海两岸重要政策 官方声明及立场的研究报告 简淑珍提醒中国大使馆 由于中方对争取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的承诺 817公报的第六点 出下下列文字 考虑到上述双方的声明 美国政府声明 它不寻求执行 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 长期政策 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在性能和数量上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 近几年的供应的水平 它有逐渐减少 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的意向 在做这样的声明时 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 一贯立场 随着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进入三期实验 北京及其大型制药公司开始许诺 有战略利益的国家使用疫苗的优先权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国家 成为了北京疫苗外交的一个重点 中国外交部在7月承诺 将为菲律宾提供疫苗的优先使用权 中国大型制药公司科兴生物 在8月与印度尼西亚国有制药公司 PT Biopharma签订协议 将未来每年为印尼提供2.5亿支疫苗 9月初 杨洁篪访问缅甸 承诺 中国疫苗研制成功后 愿意优先同缅甸分享 对于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来说 不管他们在南中国海 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 对中国有什么不满 新冠疫情是个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东南亚问题专家 格雷哥里·波林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可能觉得北京咄咄逼人 或是不愿意在冲突中保持监默 但是如果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的疫苗 那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领补充道 我非常担心中国选择疫苗最惠国 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法教授 拉里·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国家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而救命的疫苗不该涉及政治和影响力的考量 东南亚国家对于新冠疫情的控制并不理想 根据统计 印尼和菲律宾是该区域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分别有20万和近25万确诊病例 两国政府在疫情开始时都应对不力 也招致了当地民众的批评 新加坡目前有近6万的确诊病例 而公共卫生条件不佳的缅甸 最近也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爆发性增长 有效疫苗的价值不可估量 高斯廷说 这将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医学资源 拯救生命 重启经济 在全球新冠疫苗研究中 美国 中国 英国都处于领跑者先例 目前中国有两种灭活疫苗 以及一种腺病毒载体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说 科兴的CoronaVac疫苗已经被证明足够安全 并说高危的公共卫生从业者已经接种此疫苗 但与此同时 中国在巴西 印尼和其他地方的大型临床试验 还需要各把月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据报道 多家外国航空公司正在申请重新开通直飞航线 包括曼谷 吉隆坡 河内 新加坡和东京等 机场负责人称 所有旅客抵汉后 都必须做核酸检测并隔离14天 中印外长同意缓核事态 避免争端升级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周四在莫斯科会面 双方达成五点共识 同意两国边防部队尽快脱离接触 保持必要距离 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 微软称 俄罗斯与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大选 据微软的一项评估 俄罗斯情报部门一直在攻击为两党工作的美国竞选官员 而中国则专注于渗透拜登的竞选活动 至少有200个组织受到攻击 此外 美国此前有报道指出 中国在大选中支持拜登 但微软发现中国黑客一直在攻击 拜登竞选团队成员的私人邮件账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共党报 拒绝发表美国驻华大使的评论文章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当局宣传机构的虚伪 中国官方媒体以人民日报 发言人强烈抗议蓬佩奥的相关声明 人民日报表示 此次美使馆以布兰斯塔德大使名义 发来的稿件 内容漏洞百出 与事实严重不符 也不符合人民日报 作为一家九富盛名 严肃专业的知名媒体 对来稿选用 刊发所秉持的一并贯程 以贯标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主持9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就此事发表 美方此举完全是精心设计 故意碰此找茬 美方希望发表文章试驾 社局在当中方时针 蓬佩奥在华盛顿时间9月9日深夜 发表的这篇声明说 中共主要宣传报纸 人民日报今天拒绝发表 布兰斯塔德大使的评论文章 而这篇文章呼吁两国通过 未经审查的讨论 和不受限制的互动 来构建双边的关系 声明说在美国中国政府官员们 可以直接对美国人民发表意见 通过美国的自由媒体 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包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今年在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上 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 此外 中国外交部和诸如环球时报 中国日报等国营媒体 经常利用可以自由登陆的美国社交媒体 攻击美国的政策和生活方式 布兰斯塔德最后说 如果中国真心希望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 并强化与自由世界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政府 就应该尊重西方国家外交官们 直接对中国人民讲话的权利 允许外国新闻记者回到中国 停止恐吓 骚扰 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外国和中国调查记者 绝这么做 显示中国那些未经选举而当权的精英们 害怕自己的人民的思想 自由和自由世界 对他们治理中国方式的看法 广告后 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我爱数次的影响力 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 每十年一次的普查 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根据这些数据 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 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 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 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 全体一起参与 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 充满影响力的数字 谁能不爱呢 你我未来优势展开 请上2020sensor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登陆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 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 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 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 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spl.org slashvirtualevents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意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新 齐华 道乡村 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山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尽在无意 新用户首单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身心第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Seattle House即将预售 临近Amazon Sphere 专设5万尺精心设计的 配套设施空间 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John 我是芸汐 今天是2020年9月1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 星期四 未能通过缩水版的 新冠病毒疫情纾困方案 两党进行了数月谈判 试图通过第二轮纾困法案 未受大流行并影响的 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救助 但未能成功 这项由参议院共和党人 推出的5000亿美元方案 得到52票支持 47票反对 未能达到终止辩论 并进一步推动法案 所需的五分之三超级多数 这次失败 让议员们在11月3日选举前 无法通过纾困法案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预计在通过让联邦政府 9月30日最后期限过后 得以维持运转的 临时拨款法案后 国会议员们将离开华盛顿 回乡竞选 议案闯关失败 也意味着今年早些时候 因疫情而失业的 数百万美国人 将无法获得增强版的联邦失业救济 按照国会两党 今年3月达成的 3万亿美元的关怀法案 失业员工 每周能多得600美元的补助 这些福利在7月底到期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以25.7亿港币 约33100万美元 出售了一处被作为 员工宿舍的地产 香港开放商横隆地产 证实购买了这处豪华物业 横隆地产称 这是对香港前景 投下信心的一票 该公司表示 计划投资约40亿港币 将这块地产重建成为 一处独立式豪华住宅 一起在2024年前完成 这处地产位于 港岛南区寿城山 美国政府已持有了70多年 路透社援引价格分析师的话说 成交价在市场预期范围的下限 目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紧张之际 中国已强行在香港推行国安法 而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代印 美国重要的国会议员 呼吁特朗普政府 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什纳巴尔尼中毒事件 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 报道说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及其政府实施 惩罚性制裁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巴尔尼上个月中毒之前 他据说正在撰写有关俄罗斯政府 在西伯利亚城市托穆斯克 腐败的众多调查报告中的一篇 他在飞往俄罗斯克的回程航班上发病 后来转送到德国 这位现年44岁的反对派领袖 现在已经在柏林查特里医院苏醒过来 但该医院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定中毒的潜在长期影响 克里姆林公否认与此事件有任何牵连 并回绝了任何对他的犯罪指控 当特朗普上周被问及纳巴尔尼的中毒事件时 特朗普回答说 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 但我会关注 有趣的是 每个人都一直在讨论俄罗斯 我不介意你提及俄罗斯 但我认为目前中国可能是一个 比俄罗斯更需要讨论的国家 尽管美国南部各州 已经向共和党倾斜了几十年 但特朗普于2016年获胜的北卡罗来纳州 却被视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在11月举行的大选中的战场中 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相信 他将在11月赢得北卡罗来纳州 但承认这场竞选可算势均力敌 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代表约翰史蒂夫表示说 可以说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摇摆州 人们认为这可能 我可以保证 北卡罗来纳州将属于特朗普总统 这将是一场激烈的竞选 我预计特朗普能以两到三个百分点赢得 北卡罗来纳州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9月10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395904人 新增36591人 死亡191753人 新增969人 截止到9月9日晚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78467人 新增458人 死亡1985人 新增7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 20519人 死亡744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 11112人 死亡250人 Piers County确诊人数 7189人 死亡181人 Snow Homish County 确诊人数6440人 死亡205人 Spokane County 确诊人数 5658人 死亡142人 Benton County 确诊人数 4280人 死亡127人 Frankeling County 确诊人数 4073人 死亡59人 华州确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国 第25位 几位西雅图房东 于近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控告西雅图市长 珍妮德肯 华盛顿州长 杰英斯利和西雅图市议会 滥用职权 非法侵害了房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律师的介绍 该案中的原告 都是经营家庭公寓的小业主 由于华州政府和西雅图市政府 禁止房东在12月底以前 驱逐欠租的房客 而西雅图市议会 更是通过法案 将禁止驱逐欠租房客的期限 延展到了明年6月 这使得有些房客变得有之无恐 不仅长期欠租 而且拒绝与房东合作 甚至和其他房客串联起 要集体抗租等等 他们的这种做法 严重侵害了房东的财产所有权 9月7日劳动节当晚 大约300多名抗议者 在西雅图警察工会 总部大楼前聚集 向警察投掷燃烧瓶和石块 至少27人被捕 抗议者大多身穿黑衣 一些人手持盾牌或者遗伞 佩戴港独面具 根据警察工会公布的 大楼摄像头视频显示 宣传防暴装备的警察 手持警棍和暴力示威者对峙 一段视频显示 有示威者向警察 投掷临时燃烧弹 燃烧弹在警察的身边 引发了小规模的火灾 幸好没有击中警察 野火和新冠病毒混在一起 我们不仅需要继续保护 我们的社区 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 而且现在全州 都有威胁生命的大火 我们的一些邻居 不得不离开家园来挽救生命 并希望能挽救他们的财产 我们中的许多人 都在为野火烟雾造成的 空气质量差而苦苦挣扎 由于风向的转移 预计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 中州伤火的大量烟雾 将在周四晚上留进西华盛顿 周生态副称 目前西雅图地区的空气质量 被认为对敏感人群不健康 预计到周五将恶化 天气服务在公告中说 不健康的空气质量 意味着每个人 尤其是敏感人群 应该限制在户外度过的时间 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的活动 并选择轻度的室内活动 当空气中有烟雾时 尤其是如果您或家庭成员 已经对烟雾做出反应时 华盛顿州卫生部建议 待在室内与家人在一起 请记住 在室内传播新冠病毒 比在室外传播容易得多 而且烟雾会使您更容易感染 呼吸道感染 例如COVID-19 待在室内 并通过延迟聚会 直到空气质量足以 让所有人都舒适地 待在外面来保护家人 免受烟熏 避免新冠病毒 西雅图水族馆 以神话中的海洋生物海妖 Kraken 命名其新的太平洋章鱼 并庆祝全美冰球联盟NHL 西雅图海妖队的首个赛季 水族馆还希望以此为契机 激发海洋保护 普吉特海湾是巨型章鱼的家园 许多人认为章鱼是可怕的 海妖怪物的后裔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62度 摄氏17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80度 摄氏27度 最低气温华氏60度 摄氏1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 时间紧迫 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 我的意思是 这是未来十年内的最后机会 您可能已经听说过 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 用于学校 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 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 都依赖于人口普查 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 请立即进行 简单快捷 在线 通过电话或邮件 各位 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 边听广播 边填写 2020年人口普查吧 塑造您的未来 从这里开始 现在开始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wnsingstv.com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益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新 齐华 道乡村 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生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近在无益 新用户首单 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身心第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9月10日 周阳青在小号晒出 一张提前庆生图 写道自己趁了个生日 吃了今年的第二块 生日蛋糕 周阳青的好姐妹和超莲 带着男友斗响 一起提前为他庆生 还专门在微博发出合照 庆祝周阳青生日 周阳青则身穿简单的黑色T恤 搭黄色宽裤 简单中戴一点小裤 头戴小黄罐 小黄罐生日帽 手捧蛋糕 鼻头上还抹了蛋糕奶油 近日黄阿玛专业户张铁林驾车 与一位年轻男子到达某酒店 刚停跑车就见保安跑上前来 事宜二人挡住了别人的车道 需要将车挪开停到别处 随后张铁林便意志和保安争执 没有要挪车的意思 被网友质疑耍大牌引发关注 9月10日 沈腾在某直播回应公司名字 谈到取名 那可是家大影视公司的信录历程 沈腾表示就想让大家问 你哪家公司的时候 回答说那可是家大公司 沈腾还透露 曾担心这个名字 能不能被大家接受 能不能跌到这个点上 近日 关之林现身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 他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花衬衫 微卷的短发竖到一边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不过 浓妆却没能掩盖住 他深重的法令纹 略显老太 体育方面 NBA消息 北京时间9月10日 西部半决赛 快船以96比85击败决金 总比分3比1领先 莱奥纳德几乎三双 贡献30分 11个篮板和9次助攻 他还有4次抢断 保罗乔治陷入犯规困境 值得10分 马库斯莫里斯11分 组罢茨11分 9个篮板 替补出场的哈雷尔15分 路易斯威廉姆斯12分 北京时间9月10日 东部半决赛 猛龙顽强过关 两加10苦战后 以125比122击败凯尔特人 将总比分分为3比3 凯尔比洛瑞拿下了33分 8个篮板和6次助攻 弗雷德范弗里特21分 9个篮板和7次助攻 欧际阿努诺比13分 13个篮板 帕斯卡尔西亚卡姆12分 8个篮板和6次助攻 替补出场的是诺曼鲍威尔23分 夏尔吉伊巴卡13分 北京时间9月10日 2020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继续女单 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前世界第一阿扎伦卡 6比1 6比0 完胜比利时一姐 梅尔滕斯 晋级四强将和小微 争夺决赛席位 北京时间9月10日 2020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展开女双半决赛的较量 三号种子 徐玉芬 梅里查尔赫 决胜盘 2比4落后并挽救一个赛点 以6比4 3比6 7比6 险胜美国组合 汤森德 穆罕默德 首次携手打进大满贯女双决赛 将和兹沃娃列娃 兹沃娜列娃 希格蒙德 争夺冠军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9月10日 截至收盘 倒指跌405.89点 报27534.58点 跌幅为1.45% 纳指跌221.97点 报10919.59点 跌幅为1.99% 标普500指数跌59.77点 报3339.19点 跌幅为1.76% 截至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5% 报收于每盎司1964.3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下跌2% 报收于每桶37.30美元 国际布伦特油价格下跌1.8% 报收于每桶40.06美元 截至发稿 亚洲股市方面 互指报3234.27点 深城指报12744.60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亿美元兑换6.8385元人民币 甲骨文公司与美股市场 周四收盘以后 发布了该公司的 2021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该报告显示 甲骨文第一季度 营收为93.67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92.18亿美元 相比增长2% 华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高佩德 于当地时间周四表示 在领导该行8年之后 他将于明年2月退休 届时 零售银行业务负责人 简·弗雷泽 将会接替他的职务 这将使其成为 美国大型银行的首位 女性首席执行官 欧洲央行于当地时间周四宣布 尽管欧元走强 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力 但该行仍将保持利率 和新冠病毒刺激计划不变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芸汐和John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陈湘 路易 Sam 新闻 John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o.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老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Chinese Radio Seattle收听 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爱引人瞩目 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 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 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 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 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能受到关注 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 你我未来由此展开 请上2020Censu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剪一段星光 捧一盏相鸣 让时光在此刻停住 每周四晚9点30分 西雅图中文电台 读书观影 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